現在不用我多說了吧 你們根本完成不了 績效指標 項目也必須馬上叫停 在這之前 要把安寧滾蛋 我辭職 這麼快就做決定了 你就那麼想保護 你那小跟班 推安寧上線是我的決定 承擔責任的應該是我 好 我成全你 不過之後 你們還要面對新緣的追責 到時候 我一定不會手軟 有時候我特別想知道 當初你把我弄到窮途末路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滋味 你還想幹什麼 你不是覺得自己能贏嗎 你不是一直覺得整垮我有多了不起嗎 我告訴你 再來一次 我還是要這麼整你 當初我根本就不想令你偏有力 抓住我的把柄不放非要把我搞死 你還要把你搶走 搶走我的事業 我的財產 連我最心愛的女兒都被你搶走了 我就是要把你從我身邊搶走的一切全部都拿回來 我就是要看著你身敗名裂 讓你常常失去一切到底是什麼滋味 我是你前妻 也是有人的媽媽 你把我弄到這個地步你會開心嗎 你把我弄到這個地步 當初跟我離婚 你要後悔嗎 你知道我想聽什麼 後悔 我愛你 你 benefiting 你 你在